职业吃软饭13年 狂卷妻人女友1500万 视频中的这个奇貌不扬 身高1米63的男子 将会告诉你什么叫做软饭男的贴花板 在日本的一档综艺中 夫米君吃软饭的经历 着实让人大低眼镜 因为在过去的13年里 他从来没有上过一天板 从大学毕业后就住在女朋友家中 吃喝拉撒 房租水店全部都是妻人女朋友掏钱 更是拥有数不清的备胎 最过分的是 他的历任女友都曾主动向他求过婚 就连综艺里的主持人都不禁感叹 和其他长相帅气稚嫩的小鲜肉相比 夫米君怎么看都是平平无奇 可是当女友作为社主在上班时 他却穿着女友买的一身行头 花着女友挣来的钱悠然享受下午茶 当节目组采访时问道 难道你不感觉吃软饭很羞耻吗 这位老哥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我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为啥要羞耻 或许在场的所有人都想问一句 这个小子究竟凭什么 但你看完他的经历 一定会觉得 这个软饭就该他吃 虽然夫米君不上班 但学历却是顶呱呱 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而作为一名专业的软饭男 夫米君给自己制定了 职业软饭男的十条原则 原则一旧是必须会做饭 他认为对于软饭男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吃饭 而是如何做饭抓住女友的胃 令人女友的一日三餐 绝对都是由他来准备 不管是日式还是西式 夫米君都能细手拈来 而且厨艺绝对不输饭店大厨 如果女友想要减肥 他还会主动琢磨 每道菜的热量 原则二就是 必须要比女友早起准备早餐 当早上七点 女友还在睡梦中时 夫米君就已经开始在厨房忙活 为女友准备营养的早餐 而这个操作也暗藏着他的小心机 他表示 女孩子早起肯定会化妆 时间紧张 但是当看到男友早早准备好早餐 那一定会变得心情愉悦 给自己的男友按加分 而叫醒女友的时间也一定得有讲究 那就是在锅热下了黄油之后 满屋飘香的时候更能刷好感 而除了吃的还一定要着重为女友考虑 做饭 洗衣 扫厕所 洗澡 按摩哄睡觉 如果吃软饭有段位 这位哥一定是王者 职业吃软饭13年 狂选七任女友1500万 还有数不胜数的备胎 这位其貌不扬的夫米君告诉你 吃软饭不光靠脸皮 还得靠能力 夫米君为自己制定的第三条软饭男原则 就是充分为女友考虑 他表示没有任何女孩子喜欢对外宣称 自己包养了一个软饭男 那么 他在为女友准备便当时 就会特意在里面放上一些速冻食物 这样让外人看来 就像是女友自己做的 同时还在同事眼中留下一个勤奋 会做饭的形象 不得不说 这个男人着实优秀 与此同时 夫米君还有自己的小心思 他表示 一日三餐完美满足女友 那女友就不会有进厨房的欲望 他可以借此机会把厨房布置成自己的喜好 逐渐占为自己的领地 进而慢慢扩大到整个家 最终完成吃软饭的终极目标 原则四 坚持每天送女友上班 在女友心满意足地吃完早餐后 夫米君会帮女友拎着包 然后将其护送到地铁站 让女友有一种被狠狠重视的感觉 原则五 必须将包揽所有家务 在送完女友上班后 夫米君就会立即回家开始收拾打扫 洗碗 换被罩 洗衣服 刷马桶 就连地板缝隙里的污垢 他都要拿棉签扣干净 真的是堪比专业保洁员 他甚至还会特意注意女友不让痛的地方 以防让女友心中不满 而夫米君表示 工作辛苦一天 谁不想回家看到一个整洁的家 收拾完家里的卫生 夫米君就开始躺平模式玩游戏 而这个游戏机就是女友高价为他购买的 家里大大小小的电器都是女友花钱置满的 哪怕是手表 而在花女友钱这个问题上 夫米君还有自己的一套原则 日本职业软饭男 13年支柱全靠七任女友养活 靠吃软饭狂卷1500万存款 更是拥有200多个备胎 这个其貌不扬 身高1米63的男人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夫米君职业吃软饭的第六条原则 就是绝不主动让女友花钱 就像他手中这个游戏机 是女友主动提出送给他的 但却是在他拒绝了20多次后 才勉强接下的 他还表示 虽然不上班 但夫米君也绝对偷懒 他非常注意自己的身材管理 到了下午就回去跑步或者游泳训练 毕竟没有女孩喜欢自己男朋友一身肥肉 运动过后 他会独自到海边咖啡店 享受着悠闲的下午茶时间 而他身上从拖鞋到上衣 全部都是女朋友买单的 软饭男员择期 就是去车站接女友下班 无论刮风下雨 都必须准时出现在地铁口 为的就是给女友归家仪式感 原则八 为女友花小钱 时不时准备一点小惊喜 夫米君不只是让女友单纯付出 他会利用业余时间 靠着打游戏或者写文章赚一点小钱 然后在女友下班时 提前买个小惊喜等在那里 可能是一个哈根达斯 也有可能是一份小甜点 虽然不值钱 但却会让女友非常满足 原则九倾听女友的烦恼 成为他的触动 在女友回到家前 夫米君就已经准备好了洗漱用品 等女友回来 就可以直接洗澡 然后他就会再次时间准备好丰盛的晚餐 一边吃 一边听女友对工作的抱怨 并适时给出建议和安慰 夫米君表示 为伴侣提供良好的情绪价值 是必备技能 而原则十 就是一天中的最后一项 那就是帮女友按摩 缓解一天的压力 从而哄女友入睡 十三年来 夫米君每天如此 节目中的工作人员表示 这比上班还要累 为什么不上班 但夫米君却表示 坚决不会去上班 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工作 对那种需要在职场打拼的日子 非常不适应 十三年来 女友们为他花费了1500万日元 和人民币77万元 折算下来 每个月5000块钱 这样一想 一个高级保姆都比这个价位高 而夫米君这哪里是职业软饭男 这不就是家庭主夫吗 而他也真的是 凭实力得到女友的宠爱 如今社会 多少妇女也每天过着这样的生活 但丈夫却在给钱时 指手画脚 如果是你 你是否也愿意保养 这样一个软饭男呢 他不价 샀